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如果有想吃的这个想法 说明了你在不久的未来 你也是美式大人 赶紧去试试看吧 我跟你们讲 我们的片子都是自己拍的 你不相信 建模是否副机位 看一下主机位是谁 看一下呢 没人了知道吗 没人了 现在在抓着这个镜头的是大熊 大熊丝尼的话就点点头 真的很难啊 昨天晚上嘴巴被烫了一下 我就想起这道菜 非常烫的 黑松露华珍珠这道菜 那么这道菜呢 因为在这个米饭方面 给它增加一些负能 就有点像珍珠一样 那么加上这个松露酱 让这道菜呢 别有一方风味 今天呢 我要借这个机会 把它做出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怎么做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食材 冰箱里面的边角这种 炸肉啊 鸡腿啊 或者排骨都可以啊 鸡胸弄 一定要有这个珍珠米啊 待会教大家怎么处理 然后呢 我们备一点黑松露 还有青豆 以及这个松露酱 砍一下它 假如你要是没有火腿的 我们就可以加点腊肉 咸肉 如果你有吃过的话呢 说明呢 你是一个美食大人 你真的很懂吃 那么假如你没有吃过的话呢 你如果有想吃的这个想法 说明呢 你在不久的未来啊 你也是美食大人 把这个鸡胸弄放进去 焯水 鸡腿啊 平时我们切下来 这个便便搅搅啊 这都是芥末 是做大菜剩下的 现在我来用 还可以有哦 还没有 焯水呢 我们可以加点什么料酒进去 拿一块姜 这道菜真的很简单 朋友们啊 学会了呢 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一个五星级的餐厅里面的一些大菜 千万别低估了你烹饪的潜能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潜能啊 把表面的一些杂质啊 血水啊把它煮掉 像我们焯好了以后呢 把这个拿去冲洗一下它 这里面的水呢 就是百分之六十这样子啊 包汤的时候呢 更要跟锅这个沟通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叫珍珠米 知道吗 珍珠米的话呢 把它煮透以后呢 再来滚那个面粉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再准备一点面粉 面粉来一小碗就够了 这个面粉就低筋粉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待会要煮的这个粥 我们可以来点水啊 泡一下啊 泡个十分钟就可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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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烧开 我们把它放进去蒸啊 南瓜蒸个六分钟就差不多了啊 它基本上透了就可以了 把它刮出来就可以了 它就变成南瓜梨了 如果不讲究呢 大家可以直接加到汤里面也是可以的 加里面吃啊 无所谓 嗯 这个南瓜真是甜 老南瓜啊 嗯 像这种剩下南瓜精 你们会怎么处理 弹幕上告诉我一下 好不好朋友们 来我告诉你揭晓答案 剩下这个南瓜精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刮下来 这边就处理一下啊 好吃 然后慢慢滚着啊 包个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们拿一厘米呢 从这个表面上捏下去 如果它能够捏得透 就说明它就好了 好当它米还是热的时候 我们就来裹这个面粉 因为这个时候它很容易就吸附这个面粉 好我们用手啊 给它搓一搓 那么我们在经过热水把它煮开以后 大米的表面呢 就会有一层滑滑的这种 就像穿的一件外衣一样的 等于是改变了原来大米的这种口感 所以呢这道菜啊 吃起来非常有特色 好我们让它凉干一下 让这个米啊 吸附在这个大米表面更好一点 用这个勺子呢 把里面漏把它捣碎 我跟你们讲 我们的片子都是自己拍的 你不相信 建模是不是负机位 看一下主机位是谁 看一下呢 没人啊知道吗 没人啊 现在在抓着这个镜头的是大熊哈 大熊是你的话就点点头 真的很难啊 好给大家看一下 来这个煮完汤是清的 看见没有 一定要泡在这个清水里面啊 好的我们现在呢 锅洗干净了 把这里面的浓汤 你看就掉好了 咱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呢 煮这道菜了 你看很简单 我们可以来一点点鸡粉 好来一点点的盐 好我们加点南瓜汁进去 就变得金黄色一点 好我们放一勺黑松露酱 我们再来一勺这个珍珠米啊 很丝滑 我们再来一点生粉 稍微勾一点点芡 让这个汤更稠一点点 老雷香 流利芡就可以了 好我们就关火了 好我们快要起锅的时候 才放这个绿珍珠下去 青豆肉 好我们把这个石锅一定要烧热 烧到滚炭的状态 一定要让它滚起来 好这道菜就可以了 我们如果想要让它好一点 就放一个鲍鱼在上面 那我们可以放一点酒 打上一点火 让它烂起来 叫火焰花珍珠 味道 对,换一把大勺子,帮大家尝一下 好,都在哭了 我们正常的米咬下去,它会像米渣那样子的 那么有了这个面粉的这层的加持 一口下去QQ弹弹的,就像那个珍珠那种感觉的 让这个米穿上一身外衣以后,感觉吃下去的氛围都变了 最经典的就是黑松露的酱 一口下去,龙汤的这种鲜甜的味道 再加上黑松露的这种回味 让这道菜的风味瞬间飙升了 所以今天这道简单的美食就分享给大家了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学会了没有 然后还是祝大家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有空的时候记得多陪陪家人 多跟家人们在一起做一做美食 感受一下生活的一些温度吧 黑松露酱啊,是木耳,我的天啊 黑木耳吗 这个大了,这个有点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